在网上的弟兄姊妹朋友平安 很开心的今早我们一起有这个崇拜 去听神的说话 让我们听道之先我们同心的祷告 慈悲人爱天父我们感谢你 也都是让我们能够有在网上一起去崇拜 一起去听你的说话 去带领孩子 让孩子所说的 在网上的弟兄姊妹朋友听的 我们都是同感一令 把你的说话藏在心里面 主要是去带领我们以后的时间 我们要祷告为奉主耶稣基的名字 阿门 我们都是接着讲文素基作神子民的旅程 我们今天的讲道已经去到第十三讲 而我们一起去看文素基的三十二章 一去到四十二节 题目就是以信心去跟随神的旨意 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文 什么是神的旨意呢 神给他们的应许是什么呢 其实在《创世记》的十二章一去到三节 当时耶稣说 对阿伯南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往我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使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使你的名为大 你要使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给他 就在你的 我必就在他 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得福 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得福 而在这里很清楚 在《创世记》的十五到十三 十三到十四节 耶稣说 就跟阿伯南说 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裔 必寄居在别人的地 服侍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要虐待他们四百年 但我要懲罰他们所服侍的那国 以后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 同样当时记载神跟阿伯拉罕立了约 而是预言将来后裔一些的情况 这个让我们知道 在《创世记》的记载 都是说阿伯拉罕之后 他就在以撒 跟着雅各 之后约失被买到埃及 而后来就成为宰相 当时各地有饥荒 所以当时在加南地 约失他们的哥哥 便落到埃及去摔糧 而大家能够相应 而在《创世记》四十六章二十八节 就是说那国一家七十人 由加南地来到埃及寄居 一住就四百年 之后因为当时的法佬 他是虎待以色列文 神听到他们的呼声 就去叫摩西亚一轮 向法佬要求被以色列文离开埃及 返回加南地 《文素记》的记载是说 他们数点人数之后 预备进加南地 但因为他们离开埃及的 各一代的以色列文 他们因为不信神 他们有很多埋怨 所以他们死在抗亿里面 只有约书和加勒 以及在抗亿里出生的第二代以色列文 才能进入加南地 我们看到他们的不信 所以他们在抗亿四十年 而第二代以色列文 他们今天要在约旦河的东面 预备进加南地 这个地方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 我们看到他们没有 以信心地跟随神的旨意 反而偏行纪路 我们会问 他们为什么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 为什么总是重秃覆车 犯同样的错误呢 所以今早就透过文数记三十二章 去提醒我们 有三方面我们要去留意的 第一 别指见眼前 第二 别指求伺好 第三 别指持己力 我们首先去读一读文数记三十二章 一到五节 細분 里面子宣和加德子宣是亡秩愈其多 他们看狭 intellrone 这是其目放生畜的地方 里面子宣和加德子宣迹到摩西鲍伊利阿萨忻师 以及会众的众领袖那里说 阿他禄 底本 雅姐 宁拉 希实本 伊利亚尼 士班 尼波 彼仁 就是要在以色列会众面前所供取之地 是可目放生畜之地 而你的牧人也有生畜 又说 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 不要令我们过约旦河 我们看到当时里面的子孙不是加德的子孙 他们看到在约旦河东 雅姐和基列这个地方 当时他们很多的生畜 他们觉得那个地方很好 那些生畜可以在那里放牧 可以在那里继续生长 所以他又跟当时的摩西 和祭司 伊利亚杀 和当时另外那些支派的领袖说 在亚借地 基列地那些城镇 就是阿他禄 底本 亚借 宁拉 因为这些城镇已经是佔领了的地方 就是说那个地方是可以放生畜之地 就是说他的牧人的生畜是多 就是说要求求你 求摩西你把这个地给我们为业 不要令我们过约旦河 这个就让我们看到他们只是看到眼前一些的好处 那我们就会看看摩西的反应是怎样呢 我们读第六到到十五节 摩西对加德子孙和里面子孙说 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 你们却留在这女妈 你们为什么事先令人灰心 不到过去进入药华 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 我从加底斯巴尼亚派你们的附权之辈 去窥探那地事 他们就这样说过 他们上到以实国谷 规探了那地之后 竟然使以实烈人灰心 不愿进入药华所赐给他们的地 当日药华的怒气发作 起誓说 凡从埃及上来二十岁以上的人 断不得看见我对阿伯拉罕 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 因为他们没有专心的跟从我 唯有基尼洗俗耶浮离的儿子加勒 唯有乱的儿子约书 可以看见 因为他们专心的去跟从耶和华 要华的怒气向以实列发作 使他们在抗野飘留四十年 即刀在耀华眼前作的那一代都消灭了 看你们这一个罪人 竟然接触你们负责之辈 再增加耀华对以色列所发的怒气 你们若转你不跟从他 他要再把以色列人撇在抗野 这样就是这中百姓灭亡了 我们看到摩西的反应 他是告诉他们 为什么你们不去 为什么你们不过去 是告诉他们 你们会不会是重蹈覆车 上一代 当时十个探子 去了探完之后回来 他们跟以色列人说 我们不能去那个地方 那些人是很高大威猛 我们去到就是死得了 唯有是加勒和约书 他们凭信心 信心就是神对 说的东西他们是信 他们就跟当时的先里面说 我们可以去 不是靠自己的 是靠什么 他们很知道是要靠神的 所以我们看到十四十五节 摩西当时他是 就是跟他们说 看看你们这一帮的罪人 竟然接触你们负责之辈 再增加耶和华对斯联盟所发的怒气 你们若转来不跟随他 这个他就是神 神他会再摆 斯联盟撇在抗野 这样你们就使这众百姓灭亡了 这个当时是摩西 我们很明白 摩西当时已经是一百二十岁 他当时已经知道他时日无多 他看到为什么在抗野出生的 这一帮第二代以斯联盟 他看不到上一代的教训 仍然都是重蹈覆车 他是很严厉的 跟我们说 你这样下去 其实他担心神的愤怒 会使他们灭亡 所以让我们看到 神是轻慢不得 但同样让我们看到 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 神有他自己的方法 我自己同样记得一些失败的地方 失败的地方 我看到眼前自己的需要 我记得在二十几年前 我自己和弟兄姊妹去曼谷 参加当时亚洲的宣教大会 其实已经是说清楚 完了之后 我们去实践 接着会去曼谷 坐车去青莱 盼绑当地的律述族 一小数民族 其实在出发前一晚 我就跟领队说 我明天不想去青莱 我想回香港 领队问我为什么 当时我直接跟他说 在青莱山区没有电视 看不到世界杯 领队听我这么说 在青莱山区的时候 即时睁如对眼看着我 有没有搞错 你今天 你知道我们来到 就是完结了这个宣教大会 我们要去青莱 安排了去探上面 一些律述族的小数民族 你说你不去? 为了回香港看世界杯? 当时他骂我之后 我再想一想 不是答应了 是要去青莱 不只是我和领队 而还有一些弟兄姊妹 当时就好像 当头彭壳 我和领队说对不起 我讨过认罪 之后在青莱那几天 让我看到一幅很美丽的图画 神的爱就在青莱 律述族这个小数民族里面 透过百多年的宣教士 带领那个地方 很多村落去信耶稣 他们的环境是很艰难的 很拖鞋着 而是我在那里和你一起生活 在这里住的时候 在这里吃的时候 我都是常常感受 感恩 而是之后 这二十几年的内 我想我自己因为 那次的经历 成为一个很好的提醒 之后我想回想 我再去朝散短宣的时候 我不再去讲 自己眼看到一些 一些好处 而是定睁仰望基督 我感恩你 在最后一晚我们回到曼谷 预备第二天坐飞机回到香港的时候 那一晚看到世界杯的决赛 法国是赢了巴西 另外 我也看到另一个是 就是看见的例子 其实我们是看见不是说封足 我们是看见是不足 是说什么呢 说我们重安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我们同工堂位 在过往的两年 是看到教会 这个地方崇拜的人数 只可以容纳 一百八十人 崇拜的地方是不足够 所以我们又要去讨告 就是去想 就是说我们要找地方 把我们的写字楼搬出去 然后这个地方可以打通 崇拜的人数可以坐三百人 可以处理我们崇拜不足够的地方 加上我们团契 要分组的时候 房间是可以多些 我们看到我们当初想租一个一千尺的地方 就做办公室 那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 是多于我们所想所求 加上武堂同工执事的认同 他们的协议 就让我们找到石门 公贸楼 石门只有二千多尺 我们不单单用来做办公室 也可以作为一个聚会地方之用 而是我们同工 我们的堂位 我们看到一些年轻的 即清的弟兄姊妹 很着弱 到石门的地方去祈祷 去安排一些设计 一些布置 而希望石门这个地方 能够祝福到 当地一些大专业的学生 在当地职场的 在工作的职场 在职场的一些朋友 以及一些 进入了石门区 即石门村生活的一些街坊 而我们很期望 我们能够走多一里路 目的就是希望 我们看到石门的需要 晚山是有需要 我们看到石门的需要 我们愿意走多一里路 弟兄姊妹 你愿意愿意看到 我们看到的东西的需要 我们大家同心合力 走多一里路 不单止在晚山的地方 我们愿意去到石门的地方 可能 我也会在想 其实今天 我们每一个 可能在这个地方生活 在香港的地方生活 其实很多都已经 适应了这个地方 或者是今天 很多已经是怎么样 已经是退休了 或者是过往 很努力的工作 神的祝福祝福 生活很安逸 我想鼓励弟兄姊妹 我们不要贪圃安逸 当我们贪圃安逸的时候 慢慢我们的信心是不够的 我们会是过回我们 自己觉得是 够了 我回来教会崇拜 回一下团契 那就OK了 而是今天提醒我们 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人生的日中 我们要看到神 要我们看到一些需要的地方 我们愿意一起去服侍 圣经提醒我们 我们今天信靠神的人 必不自羞愧 我们除了不要看见眼前 也不要求赐好 我们读一读 三十二章十六到十九节 他们哀近摩西说 你们要在这里为生畜足圈 为孩童建成 我们自己却要带兵气 急速行在以色列人的前面 令他们直到他们的地方 我们的孩童可以留在坚固的城内 躲避当地居民 我们必不回自己的家 直到以色列人各自承受自己的产业 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分产业 因为我们的产业事在约旦河的东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三十二章一到五节 他们里面加得的子孙 他们有建议一 在这里 接着在六到十五节 摩西的反应也挺严厉的 接着我们在十六节 他们有第二个建议 这个埃近的原文就是靠近 靠近呢 其实我自己在想 他们也很有智慧 他们这帮第二代的祭司律文 他们就埃近摩西 就好像摩西是一个是爷爷 他们就像孙子孙女 就跟摩西去谈 这种感觉好不好 是很好的 我想起我自己的女儿小时候 坐在梳化的时候 当女儿有要求 坐在梳化前看一件事 就会和我说 爸爸我想要什么 我想要买 通常我的感觉是如何 他在靠近和我说话 我都会接受 好啊 明天帮你买 或者他们需要钱 就给他们些钱 这个靠近 其实在里面和加得的 他们的第二代 他们当时都是三十多岁 而摩西已经是一百二十岁 摩西看他们 就当他们是孙子 所以他们说的要求 再说八十九字 两个笔 不会回自己家 他们是直等对斯利人各自成就自己的产业 也不会在玥坦河那边和他们分产业 他们产业在玥坦河的东面 加上他们会带那些蓝丁 带兵器和那些斯利民去到玥坦河西 一起去打 主要是占领那个地方 他们不要那个地方 是给其他的支牌 我们看到摩西克弘之后的反应是怎样呢 我们看一看二十到二十四节 摩西就跟他们说 你们若要这样做 若要在玥坦河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 你们中间所有带兵器的人 都要在玥坦河面前过了丹河 直到玥坦河把仇敌从你和他面前赶出去 那地在玥坦河面前被征服以后 你们方可回来 这样你们向玥坦河会斯利民才算为无罪 这地必在玥坦河面前归你们为业 倘若你们不这样做 看你们就得罪了耶和华 当知道你们的罪必找上你们 如今你们可以为孩童建成 为羊群捉圈使你 但你们口所说出来的话 必须实践 我们看到摩西的回应 和第一次的回应很完全不同 他听到他们所说的建议 他只是counter over 就是另外一个比例 有两个是选项 第一个就是说 你们如果是这样做 就是二十节 你们如果是这样做 以及你们如果不这样做 结果就是你们在以色列文中 你们为无罪 第二个就是如果你们不这样做 看来你们就得罪了耶和华 当知道你们的罪必找上你们 这个就是当时摩西对他们一些回应 就是说他们说一些建议 摩西又再回应 如果你们不做 或者你们做 会是怎样 我们再看里面 里面和加德的支派 听了摩西的一些回应之后 他们的反应又如何 我们读一读 32章的25到27节 加德子孙和里面子孙对摩西说 你们的仆人们必自我主所吩咐的去做 我们的孩子、妻子、牛羊和所有的生畜 都要留在激烈的角城 但你们的仆人 凡能带兵器上战场的 都要自我主所说的话 在耶和华面前度过去打仗 让我们看到他们很清楚 就是说 就是去回应摩西所说的 就是说他们一定会这样做 他们一定会这样做 而当他们这样去回应的时候 摩西听了之后 很明显 摩西是接受 所以我们看回28到32节 摩西就把这个协议 推荐给当时那些以色列的领袖 即是说其他支派的一些领袖 我们读一读28到32节 于是摩西为他们吩咐以利亚撒祭司 和乱的儿子若书 以及以色列各支派附系的领袖 摩西对他们说 加德的子孙和里面的子孙 凡带兵器在耶和面前去打仗的 若与你们一同度过弱弹河 那地被你们征服了以后 你们就要把激烈地给他们为业 若若他们不带兵器 要与你们一同度过去 他们就要在加南地 你们中间得产业 加德子孙和里面子孙回答说 若我说怎样吩咐仆人 我们就必照样做 我们自己必带着兵器 再要面前渡过去进入加南地 好使我们在若丹河 这边得到我们的产业 我们看到就是说 这个协商就很清楚 摩西跟他们说 里面和加德子孙一些的看法 就是他们会和他们一起过去那边打仗 征服了之后他们会回到若丹河东 基烈地的地方 所以很清楚就是说 加德子孙会答应 他们所建议的 一定会和其他的支派 过若丹河西去打仗 占到一个地方之后 再回到若丹河东 我们看到整件事 其实因为里面加德 他们看到他们的需要 所以他们去和摩西有请求 过程就是协商 我们在经文里面 我们看不到他们 有没有向神祷告 或者求问神母 很清楚他们是没有去跟随神的旨意 他们只是 我觉得他们是选择什么呢 刺好的 就是second best 其实最好的 the very best 就是在若丹河的西面 那个地方就是the best 我们看看 其实他们选择了若丹河东 他们的后果是怎样呢 是很严重的 我们看看历代至上 五章的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这个他们就是加德 和他们的后代 但他们得罪了 叫他们列祖的上帝 除从当地百姓的神明而行任 这百姓就是上帝做他们面前所除灭的 因此以色列的上帝激发亚述王 普勒就是亚述王 提格拉比列色的心 他老了了里面人 加德人 马来西半支派的人 把他们带到哈利 哈勒 哈勒 哈拉 和哥善的河边 直到今天 我们知道历代志的作者就是以色拉 以色拉当时是主前五世纪的当时一个犹太人的领袖 他带着以色列文回去重建圣殿 被老后回去重建圣殿 当时他就写了历代至上下 而在这里记载是怎样呢 当时他们这群的 马来西那半支派 里面和加德的人 他们在约旦河东的地方 就给亚述 他们首先去攻占 被老到哈勒 哈勒 哈勒 哈勃 那些什么地方 而是说当时是主前的是722年 或者是再早些 而是直到以色拉他写历代志 那段时间 是主前 我刚才说过 是主前不懂的 就是他们二百多年 是被亚述 是做了什么呢 是一些被老之民 是很凄凉 是很艰难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说不跟随神 这些是结果 審判是很严厉的 弟兄姊妹 很严厉的 同样我们看一看 在《创世记》 十三章 我们看一看罗德的故事 等聎Cere查掌 《创世伯》 translation 《创世伯》 有 maar 而滅索多馬俄波拉,而滅如同耶華的原子,有一張埃及地 這是在講當時,因為亞伯拉罕和羅德羅德是他的侄子 當時他們是很多很多的牛羊,他們的缽人有爭執,所以他們要分地 羅德就看到玉旦河那個地方 但是這個地方就是近著索多馬俄波拉這個地方 而這個索多馬俄波拉,聖經的記著就是他們老去到幼 他們是敬拜偶像之後,他們是犯奸淫 他們男男女女,那些同性關係 在這個地方是很普遍的,就是我們所講的同性戀,同性關係 然後在這個地方裡面,羅德是看到的地方,他很豐富 但是他看到這個地方,那些人真的很敗壞 我們看到在19章24至25節,神的懲罰領導 當時有耶路華,把硫磺與火,從天上耶路華,那裡降雨,所多馬俄波拉 把那些成和全平原,成裡所有的居民,我土地上生長的都毀滅了 我們看到神的懲罰,神的管教,特別是離開了他 或者是今天我們看到,或者我們當時看到 神是對同性戀或者同性的關係,神是很不原立,神是厭惡 所以神的懲罰,是將這兩個地方完全消為 所以弟兄姊妹,當我們今天,我們說我們已經接受了耶穌基督為我們的救主 為我們的挽回祭的時候 我想讓大家知道,這是我們第一個選擇 這個選擇,其實可能我們會說,我們會不會改變 這個就是我們自己知道,我們一次得救,會願得救 這個是我們自己是一生的提醒,我們要跟隨主 但是很實在的裡面,在我們自己信了主,我們人生裡面 我們都會有很多的選擇 這些選擇可能是我們的讀書,我們的學業,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婚姻,甚至我們的移民等等 我們怎樣去選擇呢? 我只是覺得,我們要去選擇,順復聖靈的引導 好像這個主題,我們是以信心去跟隨神 我們很清楚,那些如果不是神的心意 或者那些是second best 因為這個second best是我們選擇跟從這個世界的路向 或者是以自我中心為路向的時候 弟兄姊妹,要小心 要小心 最後,我們說 以信心跟隨神的旨意 第一就是,別子見眼前 第二就是,不要求次要 最後我們是,別子次己力 經文就是33到42節 我只是截錄了這段經文是幾節的重點 大家一起去看 34節是說到,加德的子孫建造了底本 阿他禄、阿羅爾 裡面的子孫建造了希十本 以利亞利、基烈亭 第39節 馬來西日兒子,馬吉的子孫往基烈去 佔了那地,趕出那裡的阿摩利人 42節 羅巴佔了基立和基立的鄉陣 就照自己的名字稱基立為羅巴 這段經文是說不同的,加德裡面的子孫 佔據了在約旦河東 很多的名字就是城鎮的名字 以及建造了很多羊圈 是堅固的城 而在這段經文特別提到 不單是加德裡面的子孫 加上馬來西半個支派都跟他們在一起 所以馬來西亞利的其中一個是領袖 42節說到羅巴佔了基立和基立的鄉陣 他將他的鄉陣的名字 照自己的名字稱基立為羅巴 其實給我們看到他們很厲害 他們是靠自己去處理了他們自己想要做的事 想要得到的事 我在《真面》裡的十四章十六節看到 《智慧人懼怕就遠離惡視》 《愚妄人卻狂傲致》 提醒自己 我在這裡侍奉了十幾年 其實神給我的恩賜是什麼 我是知道的 我自己按照我恩賜去服侍下會 我覺得是可以服侍上帝 是恩典 提醒我自己沒有什麼可以自誇的 沒有什麼可以自愧的 或者是自己覺得自己做了一些事情出來 很希望得到別人的稱讚 我想起 李施敬牧師 他向一班聽過李施敬牧師說 他引用《勞家福音》十七章十節 這樣你們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 只當說 我是無用的僕人 所做的本事我們應份做的 正是提醒當時李施敬牧師 提醒一班神學生 一班教育同工 提醒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好像耶穌所說的 我們做了所做的事 我們只能夠跟上主說 我是無用的僕人 我所做的本事我應份做的 即是提醒我們 提醒自己 要謙卑 當我們是目中無神的時候 以為自我可以是因為我 可以搞定的時候 那些問題來 就回到創世紀第三章 我們的始祖犯罪的原因 所以今天這一段的經文 去提醒我們 提醒我們 我們今天 我們每一個都是感謝主 神帶領我們信耶穌 同樣是讓我們知道 主的愛是信實不變的 不過就是今天我們在 我們是信了主之後去到 真是主再回來的日子 或者是我們去到 有一天 我們的軀體的扭壞 我們因為信了耶穌 我們靈魂回去主的這一段時間 我們可能我們 人生裡面面對不同的經歷 不同的選擇 有一首詩歌 是讓主居首位 同樣提醒我們 我們今天 我們真的要把神放在首位 那個境況 我們可能會有不同 經歷有不同 提醒我們 我們真的要仰望神 我們的仰望是來自神 我們不是看周圍的環境 以及提醒我們 以信心去跟隨神的旨意 以至我們不會偏行紀錄 我們同心的討告 慈悲人愛天父 我們真的去感謝祢 感謝祢的話語 去提醒我們 讓我們在世日子 我們都能夠得到這個救恩 我們滿心的感謝祢 提醒我們 我們謹慎去依靠祢 當我們疲倦 是跌倒的時候 主要祢的靈 去提醒我們 回到祢的身邊 我們再一次去知道 主祢是信實不變的 讓我們能夠在我們人生裡 我們不會平順的 我們會有苦難的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在主裡 我們有平安 我們有喜樂 同樣我們有盼望 幫助我們 不要去渴求一些安逸的日子 我們去渴求 是和主你一起 有你主給我們的使命 主祢帶領我們去奔跑 目的就是要擴展神理的角度 主要去恩待我們 去憐憫我們 我們的討告是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字 阿門